Hello,大家好,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手套股 Hatta Hatta今天呢就继续上涨 在五四收盘的时候 已经是快九钱了 也就是说大概是从快半一直上到快九 其实这个涨股也是蛮高的 这样之前我曾经讲过 当它突破这个线 也就是这条线大概是1.6800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买入讯号 这样如果你有买到的话就恭喜你 现在重点是说 它会到达哪里 这个是重点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就是这个底部 跟这个筹码风的底部 也就是大概是在两块半 也就是说两块半呢就是目标价 当然它不可能一直要只就到两块半的 我觉得它应该会又上来又下 然后最后才会达到两块半的时候 这个是我是认为的 因为基本上这个筹码支撑盘 是非常强大的 比较这个套劳盘 是比较强大的 当然到这个时候套劳盘 会开始买出去 这边的朋友呢 会开始套力 在双重卖压之下呢 它可能就很难通过这个套劳盘 这个才很远啊 现在呢 我们在早上 它其实你可以看清楚 我这边画的条线 这条线其实就是 因为筹码是一直会在变动的 筹码 所以可以看到 它这个 之前它的这个 筹码是这边嘛 这样子的位置 好了 现在呢 它慢慢的往上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人一直在追 嘛 有人在追高 它已经是到这边了 而这边呢 今天呢 老实讲呢 它其实也是在突破这个位置的 这个是1.85左右 它突破了 现在1.90 突破 这个盘整区 当然是一个好事了 当然是一个好事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到 它没有买在1.68 如果它今天收盘 站稳上去1.90 站稳啊 收盘的时候啊 站稳之后 可能在4.50分的时候 啊 可以加仓少少 啊 少少罢了啊 呃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肯定的 就好像我之前讲的 它又会上又下又会上又下的啊 不要等下你买在1块9钱 跌到1块8钱啊 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就失常一下 最好就是 有一个好像之前这样子的 上去 回调 上去 就是说回调买上涨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 然后 回来 再 再 再 在这个位置 快9钱 再站稳了 再上去 这个呢 是讲的是一个 更加安全的买点 快9钱 但是 它会不会回来快9钱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都是一般一般的哈 它就说它在快9钱的时候 就一直往上冲 冲到2块半 2块钱 我也不知道 啊 当然这些都是看你自己的这个什么呢 呃 空掌要关啊 什么 中国很多手套这些东西 都是听 他们都是听回的 没有做没有做功课的 所以 背上这个哈大的这个 呃 现金 还有它的这个资产表 老实说了 它是非常强证的 呃 但是 但在技术库来讲呢 他快9钱 站上去 是一个突破 这个盘整线 新的盘整 也是一个马路讯号 也就是说 如果在4点50分的时候 啊 在收盘之前 他站稳上去 这个是一个马路讯号 可以可以试弹 但是如果他上去了 又回来 再次的在这个快9钱 回撤 啊 这个其实是更加安全的 安全的买点 所以要看你是要左撤还是右撤咯 左撤就是所愿意冒险 右撤就是要安全 呀 当然安全的话 回酬就是相对的低 所以才是看个人的 so 目标价 2块半 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达到 呃 呀 这个就是我对 哈达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啊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你就 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加入我的频道 如果我 如果我觉得讲的不错 帮到你赚钱 也是可以请我喝杯咖啡的 10块钱罢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